大家好 这里是2021广州车展的现场 我还是曹毅 而我身边这辆就是威马汽车的首款轿车 威马M7 那这款车预计于2022年中旬左右正式上市 其实不久前它已经发布了外观 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个贯穿式的大灯 一直向后延伸到接近A柱的位置 另外除了会发光的logo以外 整个大灯的大灯 整个贯穿式的头灯 包括贯穿式的尾灯 都可以在不同的场景下 去进行不同的灯鱼展示 看来这两年想要争夺登场知名的车企 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好了 接下来再通过几组数据来介绍一块这款车 首先目前厂商只公布了它的车长和轴距 分别是4930毫米和2918毫米 已经迈进了中大型车的行列 其次是三颗可以自主变焦的 激光雷达最主要的就是车顶的这一个 大家也可以看到它的车头线条在努力的往下压 就是为了这个雷达可以扫描到尽可能离车近的物体 同时两侧翼子板也有两个激光雷达 它会根据你不同的驾驶场景 比如说城镇道路或者城际高速 来去调整横向或者是纵向的扫描速度 其次就是七颗800万像素的摄像头 包括说木车像 两边的小机脚车尾以及两侧翼子板 它也是用来辅助智能驾驶的 另外像一个定位单元以及毫米波超声波 以及四个全景影像摄像头这些 全车一共有32枚传感器 而能够让这些传感器高速运作的 就是四颗英伟达的欧润X芯片 它们能够提供最高1016TOPS的运算速度 和未来ET7相同 可能大家对这个TOPS的单位不太熟悉 它就是一个处理器的运行速度 就是ETOPS大概是每秒运行1万一次 一个相当夸张的数字 另外这些传感器除了能够提供 全场景的智能驾驶以外 还包括一个智能互动 除了这些传感器 还有像是车外的扬声器这些 比如说你拿着钥匙靠近的时候 它的这个车头的灯雨不是固定的 会根据你走来的方向进行调整 包括你抱着一些重物 它的摄像头识别到之后 你走进车尾 它会自动的打开后备箱 那你回到车側主驾的时候 它又会自动的关闭后备箱 好了 以上就是关于外观和智能驾驶部分的介绍 接下来北次发布会的重点 还有它的内饰设计 很可惜这辆车依然不是一个最终交付的版本 在这次车展上也不允许坐进车里进行体验 但大家可以看到 它采用了是一个非钝衬式的设计 而且它还主驾使用黑色 副驾使用绿色 用两种颜色来强调这种独特的对比感 相信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会喜欢 那另外这次内饰强调的是 科技皮肤和智能穿戴 科技皮肤指的就是这一块 iSurf 它摸起来就是织物的手感 但是厂家说这是他们自主研发的面料 抗菌抗污的一个三防材质 而且还能透出下方轴光屏的这个显示 这也是全车智能交互的一部分 你可以自定义显示内容 像给女朋友表个白 给老婆过个纪念日 还是非常有仪式感的 另外智能穿戴就是中间的iRota旋钮 它其实就相当于把一个电子手表扣在了上面 可以显示音乐的信息温度等等 那这个旋钮也是一个车辆的中枢控制旋钮 这个东西你说它能多么的提高实用性 我觉得倒是未必 最主要的作用可能就是 年轻人的这种尝试新鲜的想法 那几乎就可以说是涂一乐吧 然后我们去主驾里面看一眼 来到主驾 首先可以看到它采用了一个黑色的配色 而且最最主要的一点 看方向盘的右侧 它把档位集成在了这里 那我现在不敢对它进行过多的评价 还是要等未来拿到测试车之后 好不好用 会不会误触 到时候再说 另外虽然厂商没有公布尺寸 但你能够看到 它采用了一个双连屏的设计 而且后排还有两块屏幕 也就是说 全车可以算作四块屏幕的一个布局 关于这辆车的三电系统 目前还没有太多的信息 厂商只是表示 这辆车的续航会超过700公里 那它的电耗也会低至14千瓦时左右 那好了 最后的总结 这辆车其实已经全部定版了 但随着一年之后科技的发展 激光模块会不会变小 谁也不知道 另外关于这辆车 它其实有很多全球首次的尝试 比如说方向盘右车的换挡 比如说 副驾的那块 iSurf的智能科技皮肤 那其次就是 这辆车也是一个达到了 L4级别智能驾驶辅助的一款车型 那我相信很多勇于长鲜 喜好长鲜的年轻人 应该会喜欢这款车型的 2021广州国际车展 来汽车之家 看超级直播中 超强主持阵容 7天43小时直播 绝对让你直飞过瘾 30多辆新车面对面白头 全网络家七平七路逛车展 深入车企内部获取情报 还有主播带你逛吃广州 一眼阳城风情 来汽车之家看直播 更有机会迎华为手机等精美大力 请不吝点赞订阅